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弹多少呢? 都不要太大摊 放在这里 高位是13.4 13.4 如果真的超过这个位置 我就开始看什么 由这个跌落起点 15.58 看清楚是15.58 对不起 真的错 15.6 因为很难看 15.6 跌到12.42 自己计算 0.382倍目标 这些大病初遇的股票 正常是0.236 0.382 0.382 0.5倍 0.236 如果站在上面 就是刚才提到的位置 13.4 应该到了 看了 0.382 和0.5倍的量度 升幅目标 指标盘配合 刚刚出了个SAR 微笑 对不起 今天有机会 如果升多一点 出SAR極点高位 暂时还是淡的 SAR 通道中转是淡的 因为高的股价 RSI STC是好的 MACD是淡的 三淡两好 看清楚可不可以 变成三淡两淡 最大机会 今天出SAR極点高位 或者明天 極点高位 出到之后 就会变成三淡两淡 开始 短线 最好是超短线 由合约制 看上去 变成短线 那就可以反弹 反弹 反弹的幅度 够不够呢 直播率呢 我有点懷疑 所以都是看清楚 才能入市的股票 未必一定要 短线投机 你未必一定要选择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齐并肩作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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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